看一下這邊有什麼 它很多盤子 它很多盤子 哇!很多盤子!很多杯子! 所以你如果在這邊不只住一晚 你真的是可以在附近超市買 哇!很整齊喔! 哇!下面還有電盤 還可以煮火鍋烤肉 還幫你準備了這個醬汁 最大是好的 哇!這邊的飲料是 就是他們提供給我們 然後這邊是空的 這邊還有小驚喜 我們今天在大阪 因為我們明天要去 因為每一次我們都是住飯店的 對! 這次我們跟朋友來 所以我們就包洞民宿 我們第一次在日本包洞民宿 而且這邊它離西九橋 走路差不多10分鐘 其實也還好 我們剛剛已經進去看了 所以非常棒的 就是我們要介紹給大家說 如果你們跟三五好友一起 不一定要住飯店 也不一定要住環球的附近 其實我們今天是很民宿地 就大概兩三天前才訂的 飯店都是14萬啦 十幾萬七條 但是這一間是兩碗七萬七 如果你是七個人來 一起分擔的話 一個人大概一千五台幣左右 一碗 這個剛好是全新的 我們來帶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民宿外面的樣子 你看大阪的有名的那種觀光景點 外觀是像這樣子 很袖珍的一間 我們進去看一下 裡面就來開介紹 它叫做放Family 一進來啊 它就冷氣是開好的 自己Check in 它就是那個鑰匙是放在後面 它有個密碼鎖讓我們開 對對對 我們今天拿到鑰匙 門口有一個鞋 跟四季 對就是給你使用的 鞋櫃嗎? 對 它裡面有有拖鞋可以穿的 你可以直接穿拖鞋 我就拿拖鞋穿 這邊可以讓你放鞋子 然後這邊 這有一個拖鞋 然後穿上手機 然後你看它還有衛生棉 也是擺給你用的 擺飾都很可愛 連拖鞋是貓咪的 很可愛 這邊鎖起來是他們自己的打掃用具 這邊呢 是一個洗澡的 毛巾 一個人一個Set 一次使用 這邊它有這貝品 有這個 它這邊還有泡澡的 牙刷 牙膏 杯子 刮母刀 洗臉的 保濕乳液 化妝棉 全部都幫你備好好 其實民宿很少會這樣 連泡澡的都有喔 它有一個負離子的吹風機 用的東西都不錯 還可以洗衣服 後面是洗澡的 打掃得很乾淨 這邊它也有洗髮 潤絲 跟洗澡的 洗澡 沒有任何的水痕 一層不染 一樓這邊有一個房間 兩個窗 它是這樣子擺的 這邊有櫃子 可以讓你放那個行李 像這樣子的 冷氣都幫我們開好了 我們去二樓參觀 很輕鬆 覺得像回家一樣 自己拿鑰匙開門的喔 這邊也有一個廁所 所以它是有兩間廁所的喔 廚房它其實設備也蠻齊的 它有小烤箱 小烤箱可以烤麵包 鍋爐 還有電鍋 真的可以住在這裡喔 熱水壺 它有垃圾分類的箱子 看一下這邊有什麼 它很多盤子 它很多盤子 很多盤子 很多杯子 所以你如果在這邊不只住一晚 你真的是可以在附近超市買 哇 很整齊喔 哇 下面還有電盤 還可以煮火鍋烤肉 還幫你準備了這個 像你自己打扎 哇 這邊的飲料是 就是他們提供給我們 然後這邊是空的 這邊還有小清醒 這個沒有 這裡面就是垃圾袋 看一下 好爽喔 這個也是 你煮其他一次的 這個把你的水也不用貼 真的是蠻整潔的 喔 這邊還有平底鍋 這邊有洗菜的 因為很微信 當作這是你的暫時的家 有一個很酷的失蹤 這個是那個 一些旅遊的資訊 它幫你整理的好好的 還有各國語言 語言 韓文 簡體 這邊有一台電視機 它都是這個狗狗系列的 這個造型的東西 它這邊是可以做的 這邊還有這個小點心 它沒有出來買什麼 它可以吃的 你這個直接吃了 然後那邊有WiFi 然後那下面這個 就是 告訴你這個 付出規則 它有講說 因為附近鄰居嘛 所以不能太大聲 就是安靜就對了 那個是什麼 生肖嗎 昏水嗎 這個 喔 你看 這外面是可以晒衣服的 如果 在這邊好幾天 有洗衣服的話 可以晒衣服的耶 你看這邊 一個小衣架 還有小夾子 可以晒衣服 洗衣機好像也是有 空的功能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 三樓參觀一下 它這邊有空氣清淨機 你看喔 經營民宿 你要有這個 逃生的這個 告訴大家 逃生的方向 雖然很簡單 但是還是需要 就申請民宿的時候 必須要有設備 感覺好像住在別人家 脫血要掉 這整間房子進來 很新的味道 這邊有一間很大 走進去的這個 換衣間 對 這邊 一二三 有三張床 它這個可能本來是衣架 它把它塞一張床進去 民宿嘛 也不太需要掉衣服 它可能把那個拆了是不是 有可能 對 這邊確實是可以擺一張啦 這樣子 這邊就是三張床 這裡的床床沒繞到 這很方便耶 你看它這邊都有加濕器 WiFi 垃圾桶 狗狗的面紙盒 每一間都有喔 其實弄得很正氣 我們今天是睡這間 那這裡面是可以放行李的 這邊有兩張床 它全部都是單人床 樓下兩張床 然後這邊兩張 然後剛剛這一間是三張床 所以一共就是七張床 如果是七個朋友 或是兩個家庭 包這一間 兩碗七萬七 一碗大概就是三萬多 算過了之後 台幣大概一個人 一千五有找 怎麼樣 讚 讚 有沒有想要自己經營民宿 哈哈哈 你好想 我好想 你不想嗎 有沒有覺得很棒 好吧 我們本來沒有預期要拍這支 但是因為我們真的覺得 它好不錯喔 很舒服 而且它還又送好多小點心 因為這間民宿 它好像是真的是新的 從booking它上面是新投稿的 它有10核心蠻粉 所以我就想說 這麼厲害嗎 就來訂訂看 而且剛好的朋友太零食 說要來 真的附近的飯店 尤其是環球附近 你住兩碗 都要快20了 真的很貴 那每天的話兩碗 住APA要14萬 完全是這邊的 一半價錢 但是APA很小 沒有像這樣 三層樓給你跑 然後小零食小電信 那我們第一次住啊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還不錯 如果比住那種小小雞雞的商旅還要舒服 如果你剛好跟朋友 或是家人這樣一起來 我覺得是不錯的 我還沒有測試 這邊走到C9條 會多遠 因為它那邊是寫十幾分 11分鐘左右 每天走走看 因為它這個最近的 是千鳥橋車站走 6分鐘就到了 所以我們也可以 天鳥橋車站坐 一站過去C9條 C9條 坐...對 可是我覺得可以直接走過去 也可以直接走 因為我們剛剛有行李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就坐靠近一點 因為 畢竟我朋友他們有 有那個家長 不要讓他們走太多路 但是明天沒有行李 應該是可以走走看 就是幫大家測試一下這個 走起來 因為我們要在這邊待兩晚 OK 好那先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睡睡看 覺得這邊素素 床素素之類的 好不好 明天再跟大家繼續分享 起來了 我們要從民宿 走過來C9條 車站大概多久時間 9分鐘 前面已經是車站 其實也沒有說真的很遠 他這邊吃的東西比較多 比那個... 千鳥橋那邊是多了一點 其實這兩個車站 他走起來只有超多年 從千鳥橋大概6分鐘 那個大概9分鐘 那如果是覺得說不想 說不想多走這3分鐘的話 你就知道 千鳥橋轉移站 團車不是4站跟團車 或是4站跟團車走路 或是超過於 其實那個車站 就下一個比較差 3號月台就是可以直達 環球影城 就12號 環球站 你只有兩站 又是環球影城 10分鐘的時間就會到 要Check out 我覺得住起來非常舒服 有像在騎家裡面的感覺 對 然後其實我們昨天測試的時候 這邊走到 C9條站 大概9分鐘10分鐘 而且我們昨天後來 前環球回來也是 C9條 而且我覺得 從C9條比較 比較 走法比較簡單 所以當然如果去環球啊 也不一定就是要住在飯店 因為飯店畢竟就比較貴 然後這邊就是 這一隻比較便宜飯 這才有 還蠻舒服的 覺得他的缺點就是 你Check out之後 你行李沒有辦法寄 住飯店的話 就是心裡可以寄 但住民宿 你Check out的時候 心裡一定要搬走 對 心裡一定要搬走 可能就要去車站 去找那個置物櫃 這個是我覺得 比較大的缺點 他跟飯店的時間 Check out不太一樣 他10點就要Check out 4點才能Check in 所以時間上 其實相對是有 一點點的短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我覺得 注意起來整體都還蠻舒服 他的打扫也都很乾淨 所以大家參考一下 他給1萬塊錢的那個 清潔費 所以是 77000加1萬塊的清潔費 所以是87000 他也有告訴你說 你用完的杯子什麼樣洗洗 幫你用的味道 其他好像都還好 對 因為什麼 太大尾 住起來感覺上 當時 就是給大家參考 如果考慮住民宿的話 這間其實我覺得有錯 說這間之後應該還有其他很多建聯 都很不錯啦 剛好我們有住 所以就推薦給大家這樣子 如果喜歡我們這類什麼 分享的話 還歡迎大家 你們在這邊呢 對 愛愛心 今天這位是每次 你們去認識我們自己 每天是要見的 我們今天就是播送次選擇 然後我們就 你看你見錯嗎 對 但是我覺得這間明細也很好 好像看起來很好 很好 住了 不想來住住看的 謝謝大家 拜拜 然後我們要去三樓 走吧 欸 別吃了 別吃了你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驚醒嗎 這邊 還有什麼驚醒嗎 還有什麼驚醒嗎 那如果說哪個是什麼 來 那我們去樓上 好嗎 好嗎